但是每一節我都會穿插,講一下我的歐遊的小小感受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其實因為我今天真的沒有什麼準備,證定一些東西給我,似乎不是很夠做六節 其實我這個經常會擔心,有時候我準備都來了 因為基本上兩個話題都可以做到六節了 其他事情好像這樣都做了十二分鐘,基本上也是節目 那麼,這個是我去得人生之中最長的旅行 其實我去到第一天,一下機,我已經掛著香港了,真的很嚴重 掛著公司,想做事 但是既然去得到旅行,我連問都沒有問題,找回來做多少錢,什麼都沒有,我不管 否則你會很痛苦 所以我在4月30日,我看完城寨,還在整個腦子溫暖,關於回憶 據說,我看一些報道,現在幾個特別是,新進那幾個所謂城寨四少 其實城寨四少真的很好笑 為什麼呢?這樣說呢? 除了胡子圖之外呢,其實那三少呢,所謂新人,二內大新的,其實都不是很新的 喂,就算是劉卓謙,現在彈起來了,三十五的了,開始彈了 三十五的了,OK 我想一下,三十五歲,當然時代不同 周潤發三十四歲做賭臣了 現在他們背不背得起,但是不同的角色,不同的格調的演員 接著5月1日,我們是假期來的,所以我們有開門營業 但是就沒有做節目的,5月1日 然後我們三、四點,我和我老婆就走了,然後我才去執行李 當然,我執了兩個夕子,又說要戴很多衣服,不知道會不會凍 其實我執行李,我一戴一輩子,一隻二十六寸行李,一隻Hand Nugage 但是裝不滿的 因為我的大衣服又有一半年去擺公仔 因為我要帶兩隻公仔過去,否則我睡不到 好了,那我老婆說,我老婆是不是可以戴一隻行李 你隨便吧,去買東西,我買東西? 我真的不覺得有什麼買,我連去日本也買不到東西 結果,我有沒有賣東西呢?當然是沒有 我老婆可能買了幾個 souvenir 真的沒有東西好買 我又不會這麼快說出來,但我怕忍不住出來 或者我講一個結論 我會不會再去歐洲,我想我也會再去 可能明年去,我兒子畢業 又去嗎?明年去,我兒子畢業 因為我看到別人的兒子大學畢業,實在要去 我兒子現在考完試,沒有東西要做,就要回香港 為什麼我們今次會無端的四月去?因為有便宜的機票 我老婆知道我老婆的 我坐四、五個小時飛機,好像屁股了 你說十幾個小時,十五個小時飛去的時候 如果我不坐Business,我是不會去的 十五個小時? 回來是很快,十一個多 那麽於是乎呢 因為在Business可以做的 我上次講過 在咪前有沒有講過?不知道 咪後我跟阿正講過的,四皮的 那已經便宜了,不是 再送多一張Business的,短,一長一短 那變了呢 我訂了好像十月去日本那樣 那你平時Business如果去日本,我們都 兩皮多東西,三皮,我不知道 因為如果這麼短,我認為可以回答Widecast的 於是我老婆臨急臨亡,便預約了二十幾天 二十一天 好了,預約了二十一天,這樣減兩天吧 因為你在飛機上過的 十九天晚上酒店 但是我只是去兩個地方 那個Panning 就是英國和荷蘭 其實當我第二天去到英國的時候 有些當地的網友 還有後來我第二天認識了一個 叫Wuma的巴基蘭坦 土生土長的英國 就是巴基蘭坦英國 他已經問我 How can you stay in Netherland? 你這麼多日啊? 其實我跟大家說 如果現在大家要去荷蘭的話 我可以做導遊 那你有沒有在荷蘭的六天 是走了 你有沒有 不要說一輩子 走了一年都沒有那麼多路啊 因為實在沒有地方去 其實荷蘭你嚴格來說 兩天 三天 和老婆去旁邊 是不是?兩三天 不是啊,我走了整條紅燈區 還要訪問紅燈區附近工作的人 是差在未訪問紅燈區的女生 我們慢慢說 但是紅燈區現在生意很差 是有道理的 基本上是找不到吃的了 所以其實很多那些房子 是招租的 我們說到紅燈區 我先說 我去每一個地方 我太懶得閒了 我亦都會 去完之前 去之前或者之後 上網去看很多其他 不是花邊文 要直接去看一些研究文章 幾千字好 很悶的那些 就是那些分析文章 當然 荷蘭的確是一個 我覺得如果短期內幾個月 大家如果要去的話 私信我 我介紹你們去一間 唐人家的酒樓 因為在那裏 糟了,我老婆在聽那些 那些節目 我相信 在那裏我遇到一個 Ritchers 是來自香港 不奇怪 讀石士在那裏 一年而已 她的樣貌 和身材 用一輩子來說 實在太誇張 應該是我這十年 真的 這十年八年 更加秀勵 無論不定 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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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更好 更好 我小龍女 你看我款都是有些大陸的感覺 大家可以私信我 單身男生 如果你們去荷蘭的話 我可以介紹你去 希望他還在 試試 二十多歲 難說 即是不像二十多歲? 我覺得他像二十多歲畫三十頭 因為有些人可以做幾年再讀 二十多歲他又像的 但是畫三十頭即是三十一也不奇怪 為什麼呢?他身材很豐滿 身材豐滿十五歲也可以 但是那種不同的 即是那種穩 實在是不同的 一看我就明白 好了 我們這一節說現在十八分鐘 首先我也要講一下 我歐遊的第一天 十幾個小時飛機 其實我很害怕 其實我一上機的時候 但已經太忙了 大家可以猜到 那就去到機場了 鼻哩巴辣 鼻哩巴辣 喂 屌你 business 沒多好 一定要去 launch 吃東西 雖然我知道它的 launch 很差 之前我搭過其他一些 我已經覺得我怎麼搞的 那些 launch 這麼難 那時候就是酒店那樣 好啦 別說那些 那上機好在因為是夜機 所以沒有 jack 我就很認真 我回來的時候就是那邊的造機 那機上面睡不到 回到來就是香港昨天幾個早上 其實就累了 等於英國晚上 我不能睡 是在昨天晚上八點幾個公司 做了桌面的事情 課場都還沒做 然後昨天晚上就睡 那就可以了 追犯了 但是呢 其實我今早約了 要去辦一些證件 約了 九點十五分 怎麼知道我閘醒的時候 是八點五十二分 就是出門口 喂 八點五十二分 九點十五分 但是到了我辦完證之後 走出來 上回自己的車 都是九點二十八分 那為什麼呢 正正的辦證 就是我家旁邊 是銀器的 但是效率也是很快 當你感受到 只在歐洲十年 英國 只在歐洲十年 英國 只在歐洲十年 英國 你就明白 香港 有些事情真的很難取代 希望它 所以這麼多人仍然留在這裡 沒有啦 雖然我在那邊說 屌你什麼 我在英國 我在荷蘭 這十幾二十天 是我吃糖餐 吃得最多的日子 反而 反而 最好笑的就是 有很多網友 我遇見 其實我去到 我已經很低調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人們都知道 我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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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說 這間也是我粉絲那間 也不知道是否 每個人都叫我去給意見 指教一下 我都去不了那麼多間 我想幾十間 每個人都說 叫我下去 給意見 我去了幾間 又和你聊天 發覺 他們沒有一個人 去做餐館 在香港 沒有一個 但是 每個人都OK 所以說 香港人 我想說 他們能否做得到 我真的不知道 短短幾日 但是 一定能求生 是真的 他們都OK 那些東西 是有貼近 甚或超越香港的 我以前都不是說 什麼大賽 是說 牛腩麵 是OK的 以前有牛腩的 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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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但是他真的做到 可能 因為現在 你多人在那邊 不要說 英國 就算去荷蘭 不是很多人去荷蘭 但是 可能那些物流 已經不同 以前了 基本上要買的東西 你都買到的 那你材料而已 當然 你付出的價錢 就貴很多 是不是 那麼 我歐遊 這次 我就覺得 我終於最後 只能夠這樣 其實我預計了 這次的感覺 我預計了 但是我更加 能夠落實 會移民? 不是 就是 還是覺得日本最好 OK 是我第二天已經有這個感覺 就是 你真的沒有辦法 我已經是能夠 首先我發覺 就是我都能夠 首先我發覺 我在荷蘭的時候 我覺得我選了英文人 我覺得英文很厲害 完全沒有問題 我去到英國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 我很差勁 為什麼呢 如果你們更厲害 當天的生活 沒有問題 我只能夠聽到 七八成 反而他們都說 很英文英國 當然 你去到荷蘭 他們不是 英語 那個母語 他們是學英文 反而你很好聽 反而去到英國 好像我有一天 我上去坐車 坐坐車 我問那些人 他們不斷說 Go Go There The Big White Box The Big White Box 我到處看 哪一雙都是我的 Box 再問另一個 Over There Mr. That Big White Box Box 好了 然後我真的走來 狠狗狗 很久沒有了 然後有一個乞丐 你知道很多乞丐 他說 That Big White Box 這次就問了 狠狗狗狗 不是 他看到我 狠狗狗 原來你說 Big White Box 啊 屌狗狗狗 Bus 和Boss 他是三個人 在那裏 都是說Boss OK 那你不是吹兩仗 OK 好了 那我怎麼不說 我們 衝衝忙忙 終於下機了 我講第一天 現在是第一天 今天我會講 三天 哇 那天在5月1號 就搭飛機去萬城 我就不明白了,我先回來研究一下 去就15個小時 回來後,那個空姐說 讓我聽見她跟明岸一個乘客說 less than 12 hours 她馬上問她, less than 12 hours 是呀,11個多小時 我就橫一下回來了,我真的覺得很快 其實要多久呢 那時候去希斯路 十二、三個小時 所以我下次如果再去 老實說 我真的聽女友說,不如轉機好 是呀 轉機去有沒有那些可以 例如我留多黑話,杜拜兩三天 先玩完 你喜歡的 我覺得那些比較好 你說如果 躲在機場裡,躲在八個小時那些 那些就不要搞了 真的,躲到你了 我試過那些 跟玉敏去馬拉,我們送機尾 躲在那些人,跟水王他們 躲在機場裡,乞衣 即是送機尾都有 是呀,躲在你送機尾 還要去找到 去找到封我們閘 那條梯還未收,就不讓他們上 那麼囂張 我們那晚是十二點 這一班機是好的 因為第二天你去到,就是那邊早上 那你就OK 好,再去 一下去,當然 這次我是幾段時間的 大家有多清楚 我是第一 我是三天 在曼城 接著六天 就在荷蘭 然後回到曼城 但是中間我又會去倫敦 所以我只坐了三天的車 在原先的計劃裡面 一落地 去到機場就租了這輛車 他比較這樣的 喜亞我 這輛喜亞呢 跟著有故事的 其實 我教大家看 因為是當地的網友教我看的 我們看到他這間公司很厲害 為什麼呢 他的車很新 譬如我見到這輛AO73 即是幾年車呢 一年車 減50 73減50 即是二三年車 如果說VE73 有些如果你說AO16 那就不用減50 小號 就是16年車 那麼這間公司的租車 全部其實都很新的 那麼他比較喜亞我 咦,有雲年 沒有所謂 無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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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腳車的意思 好了 我就把這輛車的 好 接著我就直到 我這間酒店 這間酒店 去到的時候 我覺得很荒涼 英國走為了這些 紅磚 真的很奇怪 去到英國 你會覺得 馬尼諾 有一個紅磚的建築 我們覺得好 我們覺得很classic 很decent 很英式 去到英國 當然也是 好了 我們住這間酒店 原來這裡 我去到的時候 因為我沒有留意 剛剛去 就在這條行裡 叫做Travel 我忘記了名字 那條街 但是呢 我真的好想見 後來呢 第二個轉 我再回曼城 我又再去租車 我是連GPS都不使用 你有沒有下過曼城 其實 有 他因為呢 如果說市中心周邊 計市中心呢 沙田 或者小過沙田 我覺得 OK 我是連GPS都不使用 橫街摘巷 都來捐去 我都認識 好了 那麼我們第一次 兩三晚就是住這間酒店 好了 一check in 完之後 那 就些 沒有 英國的老友 就逐個逐個 就 就收回WhatsApp 那第一站呢 就是吃東西 那就是吃東西的 大哥 那麼閹雞呢 那大家如果 真的 有看過網台 或者 有看過我們那時候 勁科金曲 當然知道閹雞是誰 閹雞去年 就租了去曼城 他之前就不在曼城 是在倫敦附近 一些鎮仔 後來他下過曼城 可能多朋友 很多東西吃 他就移居到曼城 他說 喂你來我那裡 拍我的停車 拍我的車位 他有車位 他沒有開車 但有車位 我沒有拍他的 但他其實應該也拍了 是的 叫我上他坐下 我就開車去他的家 好 下一張照片 這裏就是閹雞 家裏的露台 走出來拍我來的 我看這裏是日本的感覺 OK 那閹雞現在租 我想 六百多尺 兩房 一廳 都是標準格式 1200磅 都不便宜 又不能說貴 因為實際太多 要搶的 現在是萬成租 就是泰國 1000多磅 當然你給我們聽下去 萬一二元 當然是其他東西 兩房一廳 還有露台 有車位 當然不貴 你跟香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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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沒得比 這裏就是閹雞的家裏 露台望出 也有open kitchen OK的 六百多尺 其實很夠用的 好了 頂 我們出去 曼城 有一間叫 only you 的酒樓喝茶 其實關於這間only you 因為他們有份招呼MIRROR 我聽過很多秘史 MIRROR是秘史 是的 他們的夥記跟我說 當然我們有些網友 我發覺他們真的很沉悶 我發覺他們 旅居海外的朋友 我真的懷疑他們 是不是聽了全港的網台 我聽得最多 香港 全市直播成都是英國 對 我說什麼 人光明頂 我懷疑他們是聽了全的 港台有些什麼 以前什麼周庸 什麼不思心 那些 想到我聽了全 就是你在英國也是 對 我發覺他們真的 你有沒有那些劉細良 你又有聽 她說的名字出來 你知道我什麼都不理 基本上我都不認識誰 她又有聽你 又我認識不認識誰 我真的不認識 我聽過這個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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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有沒有看台長 老少那裡怎樣 我屌尿這個 這些是大名字 我不知道怎麼說 我屌尿聽了 那間叫做 Only You的酒樓 那是我們的英國網友 我不想你去 還是不出外表 做東的 我們看看吃什麼 好 好 首先要這樣說 你看看樣子 是不是已經覺得漂亮 OK OK的 你在那邊做個廚 只要他做法 他一定會贏你 因為他的材料比較漂亮 嘗試執排骨 再去 牛排葉 因為我最喜歡吃牛排葉 OK 好 再去 這個是包汁鵝掌 我很喜歡吃鵝掌 當然他不及我賣的鵝掌好吃 但是OK的 雖然我沒有比例 都是大隻多肉 OK 我又不明白為什麼他會有鵝掌 但是又沒有鵝 那邊那個食燒鴨 這麼問七 好 再去 這個大家搞清楚 這個不是冬菇 這個不是冬菇 這個是包來的 那些 裡面呢 這個是煙雞喊的 屌你什麼咬 我最初吃的 我沒有什麼唯意 一夾下去 其實一夾下去 應該是感覺到 不是冬菇 就是你的包 然後我屌你了 我屌你了 屌你不為意 你一咬下去 嘩 被那些熱漿包 我口唇也算了 我屌你了 好嗎 多熱啊 它裡面那些 流些什麼蜆汁出來的 黃色的 是 很冷的蜆 但是口食的 流沙 大黃 是不是大黃流沙 好像椰有些椰香的 很奇怪 好 再去 有三拼 叉燒 燒肉 燒鴨 燒鴨 好 作部相片 這一次 好像 應該沒有 是 有 就把他們合照 我們合照 先看一下 然後我們跟居英網友的合照 那我那個不用說 在 營光幕的左手邊 怎麼那麼擅長呢 營光幕的左手邊 就是我們的老友記者 為什麼 右手邊 都上來啤梨晚報 做主持的 是 梁哥雲立梁 中間那個 阿租哥 就是呂英 34年 喏 他又有奇遇 又有奇遇 就是 在跟我 這次我真是黑氣前生 這個chip 我總共不知花多少錢 我想30萬 為什麼會這麼貴 跌跌跌跌10萬 為什麼呢 我跟這次的flow 慢慢講 哇 花30萬 我想20多萬吧 好了 又不至於 因為我又贏錢 始終我去台山賭王 是 是 喂 我除了澳門屋 之外 我真的不想害怕 因為澳門的勢強 不知為什麼你進去 複書 複金錢 人都覺得 都會輸的 我去到 你周圍都很長 我兒子帶我去一間 Gentling 即雲頂 我一去到已經複製 我索硬他 為什麼呢 他沒有壓力 你買五磅也可以 嗯 只要你沒有壓力 喂 只要心清素熟 又要夠毒 你夠膽贏他 那就剩下多少了 嗯 那麼 這頓茶呢 其實除了我們四個還有太太 那其實剛才點心而已 還有很多東西 他們是亂叫的 即是絕對沒有 因為在英國 而就手你才會叫 我都是亂叫的 嗯 賣單 這一頓印象給我非常好 他賣單叫我 我真的猜不到 是九十磅 九十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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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說 九百元左右 如果五個人這樣喝茶的話 香港都不行 但是僅限於喝茶而已 僅限於喝茶 僅限於喝茶 是凱棉 剛才便已賣單 在五十磅 再次喝茶 你不喜歡 超級美麗 又是超級美麗 TS 港 百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十多磅 牛腩飯是十多磅 我兒子後來帶我去吃馬拉 馬拉爺我兒子去馬拉爺 住了幾年去吃馬拉爺 吃印度炒的公仔麵 又12磅 我在馬拉爺 兩三馬拉 兩三領吉 五六元 港幣 他不會因為這樣便宜了 他一樣是十二三磅 但你想吃便宜了 沒辦法 但是又怪 他貴極呢 例如你吃龍蝦餐 他當然也很貴 我未接觸一般 他又不會變成八十磅一個人 他只是二十多磅 二十三磅其實 二三百元 但是你吃龍蝦就吃了 真的很奇怪 那一天 衝衝忙忙 乘搭完飛機 跟他們吃完一頓 然後 就沒有什麼行程 我跟老婆 加入了兒子 吃東西 現在我兒子很厲害 自從他 其實是去之前那一支 他會跟我們說 他現在每一天已經考完事 九十幾分 好等超值 準備去瑞士 那些不好說 他現在每一天起床 就下賭場了 那麼 榴槤賭場 中日 玩到四五點晚上 就上午五點 就回去 龍蝦機遊玩 什麼都賭 OK 那他 而且讓我看到一件事最厲害的 就是他已經對錢 很鬆手 譬如我 看球 買了皮的東西 球飛 我說多少錢 給他 那我看其他支出 也是很鬆手 為什麼可以贏錢 那麼當然 贏錢不壞 那我當然要趁機 做老爸的教訓 老實說 你說不讓他去賭 浪費 也不能不給他 也不能不給他 不過我眼尾熟著 我覺得他 都未至於那些事情 他應該聰明的 我希望他 自己吸收到教訓 因為他現在不斷狂索 他要求幾個 一千元 一千磅 他覺得很容易 但是我覺得 我沒見過 始終 有的 如果他真的能夠做到的 我認為是OK的 就是我老爸說 是有的 但是很少 包括我們玩股票 有些師奶仔 其實是有這樣的人 即是不事生產 即是你說不事生產就好 賭錢 靠賭為生 有沒有 是有的 也有很多人希望這樣 但是其實 有的 但是萬中無一 不過他很快 他就要回馬拉 OK的 好了 我們說回歐游的第二天 這一天 就真的重要了 為什麼呢 這一天 就真的 我自己覺得 是我人生的提升 話說 第二天 我就打算租車 其實我在英國 除了幾個天 第二天是全日 第三天是全日 第四天 的早上 早上 我就會飛荷蘭 所以我租車 花了幾千元 其實只是那兩天半 或者是三天 那天 第二天 我問我們 那些英國 路友 有什麼地方去 因為萬城很小 他說不如下約克 真是約克 我聽說 約克很癡 很癡 很癡 事實上 我都走遍了很多地方 下約克 他說看舊東西 古城 那些 那些 好了 我跟著再說 我後來去到一個 Candle的地方 才跟著 我去到約克 那 大約早上 九點幾出發 誰知 在萬城市中心 仍然在市中心的時候 就突然間 跪下 是踩油都不去 嗯 好了 那結果是怎樣呢 各位網友 是很掃興這件事 那正常 我們一般的做法 那我都不預期 那麼快 英國 打電話去 那些車 不想怎樣 他應該就找人 開車來 不讓我 喂 繼續去 行程 你搞定他 OK 啊 結果不是 不是這樣 他要走程序 而這個程序 最後呢 我去到當晚 晚上的11點 我才拿回 第二輛車 是我完全沒有了 一天 嗯 完全沒有了 正常來說 我一定要發脾氣 尿嚇他 像當日在印度會 尿嚇他 尿嚇阿聲 那樣 我竟然沒有 我也生氣的 但我沒有 後來我還 去了那間租車公司 又坐了六個小時 我開始年紀大了 我最近看的佛經 多了 尿嚇他都沒有用 他這輛車是2023年 但是 至於做事辦法 他又說到他犧牲很多了 那我是看到英國佬那些萌室 但我覺得 當然我不能夠 因為一件事就 當成英國佬了 但結了兩年 話說 為甚麼呢 去到 路中跪低冷 我有很多 有很多 有很多人 我想超過十個party 包括警察 普通路人 走過來問我 甚麼事 用不需要幫忙 推車 我說不用 這個是自動波 有一個人走馬來 I have a same car 真的跟我看看是甚麼事 一模一樣 我便電車 跟著上來搞大論 當然沒辦法 好 然後 好在我在市中心 就叫我那個老友 就是剛才拍照的那個 女英三十幾年 阿祖哥 阿祖哥 他呢 距離我市中心七八個字車 就馬上找了一個網友 也是我們節目的 叫做銀哥 銀啊 金銀啊 他就說 咦似乎是 小電沒有電 那就是 大家如果開車就知道有電 小電的意思就是 那些雲年車有個大電 小電就是我們平時 開車給我們工電的那個 於是乎 他就叫祖哥來的時候 他就順便的車房 拿去小電 其實我覺得未必是 為甚麼呢 因為我駭油都不去 駭油都不去 好了 結果那裏呢 當然 他跟租車公司說 他就說 現在馬上派人來 路上 急救 那我那時候已經說 不要搞這些事 你找車給我開 那就不對勁 他說不可以 要路上急救 結果路上急救 他還來 那裡 那當年中間 我也很懶惰 他說 什麼 大家都去看樓 他說祖哥帶我們到處走 好了 三點多 那位就來到了 路上急救 竟然是時間 他說不行 還要叫 拖車來拖 他說他才是7點 那時候 我就叫我老婆 去酒店 我就索性去租車公司 因為很簡單 我自己去租車公司 我去機場租車公司 誰知道租車公司 他說不行 為什麼呢 一定要他那輛車回來 一出一入 然後我說 沒關係 我沒有了一天 他說 他不行 因為他有什麼保險 一出一入 這樣也未夠 我說 不要緊 我在這裡等 我叫他老婆 他說你這麼冷 你跟我兒子在哪裡 沒所謂 我老婆看兒子 他說不行 拖車來的時候 你要老婆一起來 不然就沒有人負責任 是這樣的 好了 在那個階段 大約是這樣的 我就跟他聊天 跟那個阿叉 巴基仔 原來他那天是休息三點 他是特地留在陪我 他說陪到我幾點都要去他的責任 我心裡想 既然你這麼負責任 我跟他說 其實我是不明白 為何你不讓我一輛車先 他問什麼 他說如果是這樣的 因為現在的車還在街上 那你就租了我兩輛車 保險等 那樣東西 哇 我說你屌你了 你真是盟失到 你保險跟人 總之 我是某一日 但我沒有化皮 我只是跟他說 如果我是以前 我一定只有你 不過現在就算 他問我做什麼 我都沒有特別說 聊聊聊天 那樣 但我覺得我是提升的 不過後來呢 又很好 其實我租這輛車 後來又給了我一輛 Kimeo的車 但是呢 最後來的得罪就是 我租這三天三千多元 後來是一輛起壓 即是位置是起壓 但是後來我再回去 最後最後的四天 我再回到馬陵城的時候 我做了四天 這次是全程 比較高一級的車 給我一輛Audi 大Audi 他也計算了三千多元 其實應該是六千元 他就給了我好一點的費用 其實他可以說 你其實我可以搞保險 我沒有空跟你搞 因為 除非我那天 我有合約員 我又預約了什麼 又說那一單生意幾百萬 我當然搞你 如果不是 你會有限制 我搞你 也免得搞他 但是我 是很appreciate 我完全沒有發脾氣 我完全沒有發脾氣 只剩下兩句 因為反正 我 中間偷了些時間去看樓 去晚上 跟著坐在那裡跟他聊天 又遇到他有一些 他是曼城的粉絲 又遇到一條 老鬼曼聯的 多數都是 最好笑 另外有一條人 走過來搭啤 他也是來租車 說一說 不知說什麼 Lonadino Mais 他說 Trust me 別人說你不用聽 我講就是 意思是這樣 他說 They are in different levels 他說 Lonadino 是比美斯 不知多多 首先我同意這件事 但是我到後來 我在想 為什麼我要相信你呢 你是憑什麼呢 你是古列子 還是你是 你是什麼求平 為什麼後來 我發覺 在我今次遇到 是個個都是這樣的 個個都認為自己是 足球專家 哈哈哈哈 當年你問我 我當然覺得 Lonadino比美斯 好 那我就跟那個 曼狗 又聊天 順便 那個曼狗 嘩 我一說 我說 對你的老闆 怎麼看 對你的領隊 嘩 我聽不到一成 說一些粗難錯誤 他會 糟糕 那 後來我進去看 萬年的比賽 那曼城 就是跟我後來做了朋友的 其實你也沒有辦法 他們基本上大部分 我不知道 譬如 Last Day那天 早幾天早兩天 那整個曼城都是藍職 嗯 那我在賭場 我叫跟經理說 喂 你想不可以 有這麼多電視 弄一個去 阿仙奴 天 然後他說 他在No Body Care 然後他說 為什麼弄一個 他在No Body Care 然後他說 我不是啊 我支持阿仙奴 他說 Get out 真是開玩笑 那其實呢 他都說 他不是任何粉絲來的 那那天之前就有場拳賽 那些鬼也很喜歡看拳賽 那 其實甚至乎我 去看晚年那場球 看完之後出場 我兒子叫我 不要 亂叫 我看到有幾個阿仙奴的年輕人 在街頭上 叫你 就是 San Band 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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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Anyway 我們先看照片 這是第二天的行程 大家如果在萬城的朋友 可能會認得少少 這個呢 其實就是這個 我這個 喜亞 那我呢 旁邊的士 現在白色的巴士 那班司機就問 老朋友 要不要幫你 他說 要不要幫你 我說不用 然後普通跟他說 Kia 其實是這麼 Kia 現在香港也賣很多 但是他這間就這麼巧 就是跪在這個位置 OK 後來我們不管他了 自動波都照推他 因為沒辦法 你推不著而已 你不要妨礙路 最好是有幾個警察 他說 他說什麼事 我說車子壞了 他說 So bad 他就走下去 那個警察不是說 幫我忙 或者叫我去指揮通道 擺個雪糕桶 是走下去 那後來呢 這個位置 就是後來往後 十日八日裡面 就是我基本上 我出身去 或者上highway 也有時候會經這裡 那現在燈位下面呢 有一間就是 閹記介紹 我屢次想去吃 那個鬼魯大鑑落 但我都去不了 他叫 Level Spoon 好像叫做Level Spoon 你那時候是不是在那裡 Level Spoon 不在那裡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 他是怎樣呢 是早上 晨早開六七點 到晚上都那麼多人 就是鬼魯大鑑落 那些鬼魯都在那裡 很便宜 他的早餐有些是 兩三磅至六磅 嗯 那些啤酒很便宜 終於知道 從早到晚都會有這麼多人 用來涼冷氣 那我嘗試過 入個Level Spoon 那個梯櫃那裡 OK 就是這樣 好 再去 好 中間呢 我們老闆帶我去 這個是Media City 即是近晚奧朱福那邊 的看樓 他說 這間一定要看 那我為什麼要看呢 因為 這個外觀我們不要理 那個大閘呢 是生鐵很重的 你覺得是監獄 但是進去更嚴重 為什麼在那裡拍出來呢 我進去的感覺是什麼呢 我看到一些 美國片 那些監獄啊 新潘啊 那些 上面會有些 你又變大隻啊 那些變態老啊 你屎婚 還有這些地方 那些零零四四便宜一點 通常現在的單位 asking for 二十幾萬 他這裏十幾萬 即是八幾萬 有的 嘩 我屎女老母 這個設計呢 後來我發覺呢 他應該是那個設計師 專門 因為連鐵集 都用那些生鐵很重的 來做 就是那個靈感呢 就inspired by 監等 而他們做出來 而竟然有人不買啊 好啊 屎女老母 你完全是那些我看呢 小時候看什麼 bad boys 什麼生潘啊 屎女屎婦 有食人魔啊 那些地方 哎呀不買啊 這麼奇怪的 好 再去 那這個就是後來換給我 現在我拍到哪裏呢 他換了 為什麼我們換給我 香港也差點假 我拍到一間 就是我這個女嬰 三十幾年的老友 既然現在 我們拿車那裏 是在機場的 他說 你一定要去吃這一間 意大利菜 他說 哇 好冷靜 好冷堅 我想他在聽節目 雖然他大病初遇 但我也不禁要說 這一餐的時候 我沒有發覺 但當他介紹我第二餐的時候 我發覺 咦 難道一個人 旅居英國幾十年之後 他連一隻叫好吃不好吃都開始 有些變化 因為忘記了 他就介紹我這間 在萬豪酒店 有一間叫聖卡羅的 意大利餐廳 他說 你一定要去 我立即打電話 我拿了車之後 終於打電話去 聖卡羅 你幾點下班 他說 11點 last order10點9 我看了一個標 你有沒有在 一身星辰就開車飛去 說到 你難得 為燭光晚餐和老婆 我們都很幸運 去到這裏 叫聖卡羅的餐廳 這輛車放在門口 我們進去之前 說有一個 凡新的高級餐廳 我終於覺得自己 中國人就站起來了 咦 有一個 大約是 六七四五吋的 我不知道是 Secure還是 什麼呢 在門口 你知道那些格式 哇 高大個胸口 那些Bouncer 不是Dancer 那些Bouncer sir can help you? 我說沒有 我們來吃飯而已 接著 OK 入隊才問你 有沒有reservation 好 進去 嘩 你老婆 進去 進去 下張 我進去之後 其實 OK 其實 我應該要上網 下載 免得了 我自己拍多少 有些太多照片 我老婆 其實她真的很有抹 對 如果在香港這些 都不用收了多少錢 OK 好了 我看照片上面 說王室人員有之 最多的是球員 以及騎士 為什麼是騎士呢 因為我認得幾個 大圖理、柏角 那些都認得 有些我不認得 但是很冷 你看那款子才是騎士 還有 有些馬球明星 在看照片 有些名人餐廳 OK的 而聘請那些人 那些人 因為我們跟他們聊天 似乎都是意大利人多 這是意大利的餐廳 他們又說意大利話 自己聊天 我們叫什麼吃呢 我們馬上去看看 我們叫了這個 就是我老朋友叫我要吃的 那我就叫 我們首先看到最近 有個意大利飯 可以的 上面有一隻龍蝦 其實我們叫到這樣 然後我叫上蝦的時候 然後那位 很棒 那位待員跟我說 其實你們都OK的 兩個人 他說你們不如 等我們的東西來了 不如我叫兩隻龍蝦 我下單之後 我想一想 兩隻龍蝦會不會很多 然後他就說 其實OK的 不如你減一隻 你們兩個人 你餘舊再叫 好了 接著有些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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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盤 下面包著那些 我都不會說 那些白色的 舊的 不知道什麼 舊芝士 那些草的 那些爛糕菜 可以的 我叫他 另外就是 我的朋友介紹給我吃的 就是那個 青口 那我就麻煩一些青口 我喜歡吃海鮮 但是呢 來到這些地方 他就說 一定要 這個 辣的番茄汁 哇 很棒 哇 我跟大家說 那個辣的番茄 整晚最好吃的這一餐 竟然是那個青口 是因為那個辣的番茄汁 其實很簡單 就是番茄汁 加了一些辣椒 但是很野味 其他東西都OK的 但是就不是我想到 他講到這麼突出 那些意大利飯是 什麼一套 我都不記得 TRAFT 就是 松露 是啊 他呢 適合我吃 但是其實有點濃 連我也覺得有點濃 你想想 香港人可能覺得鹹 但是外國人是不是吃得濃 我真的不知道 很濃的味 但是呢 這一餐結帳 我們還有一些drink 這裡我看到一杯 我老婆 我喝過一杯啤酒 他又不貴 這麼classic 50磅 五十一二磅 我們香港吃不到 一定是六十磅 但是兩三個 你吃不到 香港這樣的隔調的餐廳 那隻龍蝦都算大隻 很大隻 龍蝦 很好 那 一隻隻 其實一隻開邊 有喝酒 有喝 我喝一杯啤酒 我老婆喝一杯 那些不知道什麼 不是 我老婆喝啤酒 我喝那杯東西 因為我開車 我不知道 五十幾磅 六十幾磅 不貴的 所以我說很奇怪 你外面吃個炒風扇麵 十幾磅 你吃到這樣 應該是五六十磅 他又不會說 因此而 最後一百磅 一位 五六十磅 是兩位 我覺得OK的 然後我們那天 就是這樣 第二天 就是說我們完全 但是 我自己 什麼 lifetime experience 你哪有試過租車 我倆狗狗 會壞車 我這麼多年 還沒試過 還要整天才拿到車 在馬拉里 馬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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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怕你 他怕你投訴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通過那些 租車的apps 你投訴他去 沒有人能控制到 那輛車壞車 2023年車你想怎樣 但是 你這樣的 做法 其實就是真的 找狗狗去品 是啊 是啊 幸好我多時間 好了 回來了 這是第二天的行程 所以第二天 我吃過這一餐 那時候 我開始有一點點懷疑 我老友的品味 因為我覺得OK的 但進去 飯店一定可以 又不覺得他講得那麼好吃 我真的有一點點 就未算 如果不是我沒有 第三天 他就說一定要吃那間 那我就徹底 因為他就這樣說 是不是去 為什麼呢 第一 不知道廚房是否轉了 第二 我們吃的東西 始終就是我們香港的口味 嗯 好了 我們就說了一些新聞 幸好不是發生在箱上 一台新加坡航空客機急墜 大家應該已經看過了 就是倫敦 希斯路 一部飛星加坡 搭的是星加坡航空公司 OK 那星航的機 OK 飛星加坡 五星航 經常都是No.1 No.2 這樣 波音客機 在四分鐘之內 急墜1830米 1830米 1830米 有多高呢 根據他這裡說 做的資料呢 就是全球最高的 全球最高 1808層 是484米 那如果 1800多米 就是四層多的 ICC 那麼 在四分鐘之內 這樣跌下去 當然呢 是非常之快 大約是 每秒鐘 每秒鐘 會跌下去 即是7點多米 即是二十幾次會 每秒鐘 那麼 最快最快最快 地球上 那些 就是高速升降機 都快秒幾 高速升降機 已經很多人受不了 我們不用搭 很高速的升降機 很多時候 譬如我們上四十樓 不是很高速的 有時候都會說 原本是一隻 好像有鼓 其實那些已經 不是很高速的 高速升降機 有些人不能搭 但是他還說 我們要比高速升降機更快 那麼 因為他 在晴空之下 又 detect不到 現在的科學家 氣象專家 就說 這個其實 非常有可能 就是那個所謂的 晴空喘流 不是雷暴 不是大風 是在晴空之下 會有些亂流 喘動 通常就是因為 我有做過功夫 在不同速度 方向和溫動的 氣流相遇 譬如是一個很快速的氣流 一個很慢的 一個很高溫的 一個很低溫的 會有這種情況 未必那麼容易 detect到 一般來說 所以其實乘飛機 但我們也不流行 其實無論如何都 藍住安全帶 即是 顯示說 藍住安全帶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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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你很難以為 那你就不會去除安全帶 話說 我回來那一程 我躺在這裏 他的空姐 無論如何都要走來 和我立安全帶 我躺在這裏 可能是甚麼 然後我半目 就想說 咦 為什麼 在我下面 吵你了 吵你了 他真的彎了 我躺在這裏 這樣 我 然後 第一反應 我立刻 吵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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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我做了一個扣 好了 我們看看第三天的行程 很快就說了 第三天我們去了York York其實有很多古堡 這個就是 浪馬建築 是 它是一個 城樓的東西 現在是停車場來的 你看到一些人是登上樓 在看風景 那我就不會登了 因為走樓看 人們就不慘 但是這個停車場 是非常窄的 是吧 上到車下不到車 是那種 但是這個停車場下車之後 其實整個區 有很多古建築 就是 看舊東西 當然 在英國那些舊東西 往往都是用來的 所以 尤其是做餐廳 例如在倫敦 也好 在曼城 很著數 因為舊建築 很容易你就可以讓餐廳 或者酒店 會有很多氣氛 但是不好的地方 就是限制很多 例如建築 例如你連個窗框 用什麼顏色 用什麼材料 都會限制很多 所以我們看到 這些越舊的區 越大名 很多時候都是非常舊的 當然 它也會有翻新 不是說是賓州的 而 新區 就像我們附庸 S1 S2 你看到很多玻璃幕牆大廈 就會在那些地方出現 這就是約克 其實 當我走下去的時候 哇 人頭湧湧 其實也是一樣 也是 消費 逛街 買東西 有很多妙思人 叫做 但裡面其實也是 賣東西為主 都是這樣 其實你去韓國 去日本 本地 當地 全世界都是這樣 所以 為什麼 我們就不覺得 因為我們在香港長大 所以 其實你會經常發覺 那些什麼引導神童 也好 教宗也好 他們經常會叫別人 不要消費主義這麼多 因為 我們為什麼不覺得 我們從小到大 香港都會顧出這件事 我不知道西方世界 以前是怎樣 但是 你會發覺 那些喪屍 在那邊走 走到很累 在那邊坐 然後買東西 買東西 吃東西 買東西 我想 人也是這樣 不理想怎樣 這就是街內 我走 其實 去一次就夠了 走到兩次 去一次就夠了 真的 你問我 整個歐洲都是這樣 再去 然後 我喜歡在那裡留影 為什麼 為什麼呢 因為我看到別人 我看到這些地方 我看到這些地方 我想起 咦 我小時候看電影 在七八十年代 那些 那時候我們不是很容易坐飛機 甚至八九十年代 譬如張國榮 周潤發 他們去拍電影 其實除了 他們順便游浮 其實 也是一個賣點 那時候不是每個人去過歐洲 去過日本 去過韓國 他們去那些地方取景的時候 順便 觀眾 也可以去看別人的地方 就是看新鮮的東西 當然也不下跌 可能是有韓空公司 甚至乎旅遊社 去贊助 那你就帶多些遊客去 那 凡事看那些片段 我看到那些人 一定會坐在這些地方 那些鬼佬 那我呢 其實都是很多張坐在那裡 只是一張站在那裡 那為什麼我要拍一張照呢 其實我不是想拍的 我真的很累 我天生對逛街很討厭 但女人天生對逛街很熱愛 我真的頂不順 我們慢慢走 我先坐一下 嗯 這個就是在若克 我展到後面 有個梵高展 但其實都是英國 稍後日子 我會去看梵高的廟師 好 再去 喏 我們就被勸 喂 又是我那個老友 旅居英國三十多年了 喂 你去韓國 一定要吃這家 這家是法國菜 那去到呢 他問我有沒有電話 我沒有啊 他說可以給我一張桌子 那時候是十二點多 他說 但是你在三點 終於給我一張桌子 我說 你上去睡不快 我說 我一點鐘都給你一張桌子 我說 不要說什麼 結果是點多鐘 就給他一張桌子 你看到 都OK 英俊的 在螢光幕前 就是阿正後面的女兒 美女 美女 他們很過癮 我不要說西餐 我留意鬼就是鬼 好像我在台人街 看到他們的夫妻 就是兩夫妻 他們就叫食物 每人叫一個酸辣湯 我們當然不會喝酸辣湯 每人叫一個揚州炒飯 也不奇怪 每人叫一個咕嚕肉 就是殺炒骨 給我們 他們不會的 他們喜歡 我們每人叫一個酸辣湯 不奇怪 每人叫一個炒飯 喜歡吃都不奇怪 但是 我們不會叫兩個 每人叫一個生炒骨 他們就算是一碟菜 都自己吃 我們會叫一個生炒骨 一個不知道什麼 去分享 大家試試 他們就去自己吃 可以說衛生 Karen都打了 兩夫妻 他們真的這麼奇怪 那法國先生 他們吃過什麼 首先他們說 好喝 一定要喝 一定要喝洋蔥湯 好喝的 好喝的 但是 我很擔心喝完之後 我會有腎病 極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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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已經吃得很濃味 我懷疑是否加多了鹽 還是用來點包 點包會比較好 但是鹹的 但是好吃的 好吃的 好 羊蔥湯 這個甜鵝 絕對 香港做的 好吃 一千倍 無論甜鵝的 質感 和味道 不夠入味 香港好吃很多 應該是 鍋牛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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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再去 這個 steak 我叫做 Medium 結果 是全熟的 算了 掌握火候 但是 它的肉質 肉味 是很好的 肉味 好 再去 我老婆 這個我也不記得 這是什麼 Fisher 不是 雞胸 我有雞胸 OK 為什麼 不粗 因為很難不粗 雞胸 吃到雪藏底胸 OK 這一餐 是有多少錢呢 我沒有幾拖 這樣就賣了 四十幾磅 那你學貴不貴 一點都不貴 一個人都要 香港人 這個雞胸吃狼死人 怎樣 這個雞胸吃狼死人 見到也害怕 但是我跟你說 那天是我第二天 是 仙頂 基本上 西餐不叫雞 就非燒春雞 我說 我簡直是見到 膠底 是 西餐 不是 我基本上 我真的不明白 我真的不明白 那些鬼佬 沒有什麼飲食文化 但是實際太難吃了 我也說 我在二十幾天裡面 我每餐都吃糖餐 連我老婆都吃 麻煩 我真的沒有麻煩 或者比較好一點 意大利餐 去意粉 炒好意粉 就是合理一點 真的很嚴重 這個是第三號約 然後我就去荷蘭